沙特建国以来奉行严格的伊斯兰法规 对妇女限制多多 妇女外出必须穿着黑色罩袍和戴头巾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妇女禁止开车 但由于当局不发牌实际上也被禁 另外在未获得家中男性监护人 包括父亲、丈夫、兄弟或者儿子的书面许可 不得自由出外旅游、工作 甚至接受某些医疗手术 在政治上的权利更加等于零 不过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 在国家政治咨询机构协商会议上发表演说 提出容许沙特妇女将来可以参政的破天荒改革 协商会议自93年12月以来 所入的议员都是由国王委任 议员都是男性 阿卜杜拉说当局不希望妇女在社会被边缘化 咨询过伊斯兰教学者之后 决定由下届协商会议开始可以委任女性 另外最快2015年 女性都可以参加市议会选举和有权投票 但在下星期举行的市议会选举 沙特妇女仍然未可以投票 不过对于其他的限制 阿卜杜拉就没有提及 有争取沙特女性权益人士说 沙特妇女可以参政和投票是重大的好消息 呼吁当局撤销所有对妇女的限制 西方也都欢迎这项改革 沙特的盟友美国赞扬 改革是扩大沙特妇女权益的重要一步 分析认为中东北非 今年经历莫里花革命浪潮 沙特也都发生过示威 因此沙特推出这项改革 被视为是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士金石 目前在不少伊斯兰或者阿拉伯国家 女性在教育、就业、参政方面受到歧视 除沙特之外 科威特、阿联友 都是直至最近才赋予女性投票权 亚洲电视机就是一层的分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